海賊王DIY日記 我们呢依照计划要重建一间浴室 但是呢它的地板高度不对 现在让海賊王来帮它调整吧 现在呢我们要先画出基准线 此时我们使用的镭射呢 是旧型的四线镭射 这一种它高度打的比较高 我必须从上面往下引导 反正要重新mark它的高度就对了 就是没有办法像16线这样打在这么低的位置 而且是四面环绕 150度而已 那现在这个呢 打出来可以打360度 所以这个水平线它就给它算8条线了 所以基本上只要摆在一个地方架好之后 就不用再去旋转它了 因为360度的空间都有 那现在这种5线的镭射呢 就只能打上去之后慢慢画 可能还要去旋转镭射的角度 这个在操作的当下并没有觉得怎么样 但是事后看的话觉得还蛮好笑的 所以很多时候啊 施作的方式真的要与时俱进 四面的标线画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上墨线了 简单讲就是要把待会做出来的地面高度呢 给它标示出来 在这边呢 我们总共要做三个面 事后回想这个高度可能偏高了一点 但是头已经洗下去了 我们就继续吧 阿摄影师还在那边认真的确认 水平高度确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试着帮它垫高了 让我们一起去试试看吧 我们先在地板上面呢 撒上纯水泥 并把地板弄湿 接着垫上混合好的水泥沙 再加上适量的水 其实我这样操作啊 是要做一底贴砖的准备 因为这一次的试作呢 只有我和不专业摄影师两个人而已 计划上呢 是要做分析付款的模式 将各区块凭借起来 但操作方法呢 是边做边调整 也就是慢慢做慢慢摸索啊 就是摸着食指过河而已 哎呦海贼王你哭你黑白目啊 没有啦我觉得不要等人家来教你 自己想办法走出去吧 失败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多试几次也许就会成功了 诶海贼王你不要乱教啦 失败率其实蛮高的咧 可爱啊那呀没关系啦 就在输得起范围之内一直下注就对了啊 人生哪像拔轿啊 蛤 啊你不要乱讲啦 人生就像一场赛局 出生的那一天呢 牌就已经发完了 虽然这一局我没有家底 也许我不像你这么聪明 但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多试几次 在我们身体可以负荷的状态下多做一点 也许有一天我们就成功了 诶至少 呃至少少输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 哎呦一直打屁诶都没有讲这个要怎么电 其实就是那个沙一直堆上去而已 然后把它刮平 再抹一抹 讲完了 啊这有什么难的啦 嗯所以我再认真的跟你打屁啊 嘿嘿 兄弟这很累好不好 海贼王这个是卖命演出呢 主要是这个房子啊整间都要垫平 然后我又想要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使用现在这种方法 你看我用这个齿瓜瓶啊 然后要找出凹陷的地方再把它补涂上去 有没有很难 没有 但是经验不够的话要做比较久 因为讲来讲去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开始告诉大家海贼王的人生观 啊就一个阿伯有什么人生观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随缘啦剩下的以后再说好了 然后不知不觉啊这个就快要填完了 如果你要挑战的话呢 慢慢来就好了 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我后来测试的结果 这个应该真的可以分期付款 就像这样子啊慢慢抹慢慢给它补平 然后一边做一边想想一想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未来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啦 因为体力耗费太大根本连想都没办法想 哈哈哈哈 但是啊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要不断的思考 慢慢的往前走 至于别人说什么呢 那就无所谓了 诶你看我们把地板弄平了 然后不知不觉啦他就用完啦 这个是我们电高工程的第一个区块 接下来他会变成这样 对啊我又把钻贴起来了 我们下次再说好了 奏个乐吧 我们又成功了 多试几次保证成功 如果你没有时间试的话 订阅海贼王 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 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左上角还有海贼王林文台 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 他会变成功了 还有海贼王林文台 还会变成功了 我免得你 颜色 你还会变成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